大家好,我是新牛 今天6月19号 还有30多公里到石泉河 阿里北线就结束了 去石泉河 去石泉河 休整一天 见一个朋友 然后好好整理一下 就前往新疆了 到新疆我会把节奏放慢下来 现在简单吃个早饭 馒头加饼干 一路缓下坡 前往石泉河 阿里地区服务中心 在这边换了一个边防证 要去叶城 要换一个边防证还是一个月 其实这边走阿里北线过来 是一路都没有查我边防证的 不过到了这边去叶城 换一个边防证就可以了 衣服都洗好了在这边晾一下 这个天台真的是巨热 当然吃个德克式 打个招呼 我不能吃炭酸饮料 所以我点了一份 赵烧鸡腿饭 你那个五十多块钱 一个汉堡煮条加鸡 对阿 你这玩剩三 一份饭 非常便宜 还是蛮贵阿 有在内地的话 入地加速的话 这边要贵 1.5倍到2倍 对阿 大多数观众他还是喜欢看这种 激俗一点的 就是洗锅烧鱼瓜 然后追桥洞啊这些 看那些 练习一点的 对阿 你洗锅烧鱼 对阿 洗锅烧鱼是必须的 然后你洗锅烧鱼 你还不能搞得太高大烧 不 我就打算搞高大烧鱼 之后我打算 我也得好好学做菜 打算打算 我不管观众怎么样 我至少自己 对吧 我我喜欢这个东西 嗯 我得把这个做好 哦做菜是要做好 我说高大烧鱼 意思是说 就是你不能搞那种 营养餐的什么那些东西 啊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太浮夸了吧 嗯 不是你像徒步的话 山野徒步的话 搞营养餐也正常 这么6块钱一斤 有改正买的 还有贵 胡辣仓 走不动了 买一包 哈 哈 可以啊 这个衣服当中的 不愧是大学 双学棍学会的 哈哈哈 阿里有座 施泉河 孕育了这一座 嘎尔县城 可以想象 从各个方向来 其实都要一段 经过类似无人区的地方 到老张住过地方了 今天老张应该也过来一起住 接这个废气宾馆特别好 那装睡的应该是这一间 看50块钱买的被子还在呢 从上午的大床房 到下午这个勾满灰尘的废气房 哈哈哈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感觉 稍微整理出了一块稍微干净的地方 经典的推车 好热 啊 哇 今天的晚餐 跟老张一起吃一个干锅鸡 加上啤酒 稍微醉一下 不醉方兴乐 我以前不太喜欢聚餐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 我刚受到那个明代玉的影响 他老说一句话就好 嗯 聚中有散 不如不聚 哈哈哈 聚了还被天上散的飞 所以我觉得他说不上铺的一个斗笔 所以有斗笔的时候 干脆 但是享受当下 你干嘛要觉得 我觉得那种 饭的那种飞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人生的体验幸福 你能伤这个啊 这个不辣吧 嗯 我不辣 我换你了 嗯 嗯 嗯 哇 我不是 哈哈 我之前是不吃辣的 你知道的 哈哈 因为那个人已经开始吃辣 现在也能买这个吃辣了 嗯 满满喜欢 现在无大不关了一点 嗯 我们 有加拿无语区 嗯 出品尝 对 反正无语区嘛 有加拿无语区 很多江南 小江南的那一块 都不吃 嗯 尤其是无稀 吃甜更严重 何能那么大 是回来什么时候 何能 何能 何能感觉是四方交配 什么都有 也能吃那的 也不吃那的 对 中文有地方 然后这个环线 熟悟呢就是长沙 易阳 嗯 常德 那么去的 张家界 香西 滑化 用来吸引还是比较有意思 整个南方算是错的 我喜欢我干锅里的素材蛮好吃的 哈哈 就像火锅里的素材一样 可能更好吃 因为它的味道 敬得更充分 嗯 以往吃肉还是不注定的 有肉 哇 好美味 对 算是 其实我本来 刚拿的时候 对上 那一起吃火锅或者干锅吃 因为一是我也结束了 二是也为你进行 你之后 传统中间很难吃的 嗯 真的很难吃的 我到一路过这个线情 稍微有一点 而且你整个更便 只要有一个错情的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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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 你想成功不成功 过来也好 嗯 也就你顺利吧 嗯 嗯 嗯 按理工县你一路是 一天你能找得起个 空包子 嗯 北县 对啊 从格级到这边 中间 就没什么空包子 房子都可以去看一下 很多都是所得的牧民吧 有人没所得 但是有人 有人我把他给他出那名 你看这个牧民附近 可能还安全一点 他毕竟 有羊有牛 还有狗 嗯 他非常有名的景点 除了一个纳木错 中间还有一个当纳木错 北县就是大帮员 他最高 最靠近仓堂 无人区嘛 嗯 接着帮员 也没什么好多油门 满满起来 就几个县城之间的串民 那他不行 人太少了 我觉得这是一套民生 民生道理 跟女生没有关系 对 工县有没有什么 人文方面 知道 地上看不到 但是消费那边可以 但是要很远 在这一路上 一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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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蛮舒服的 现在已经9点多了 10点钟日落 师泉河上 看夕阳 这原来是一座 21世纪初才建立起来的新城市 女的像一幅画呀 师泉河 阿里云 幻想 明天 也有 娜 神 对